朱千雪被稱為三高港者 即是所謂高顏值、高學歷和高文亡 後來的十優港者物名師也有同樣條件 難免拿出來做比較 朱千雪並不介意更稱讚物名師讀書 不介意我怎麼比人家十優 這樣也搞錯 讀書厲害我很多倍 我讀書是多的 但是我不是那些天分很厲害而讀得很厲害的人 所以沒得比 其實你也讀這麼多書 但相比他少看一些社交文化 可能發言或者什麼 你這方面比較內斂一點 其實我是 當然可能思想 其實有時候我看他的東西 他寫得很好的東西 還有我中文也不好 所以我又不會很完整寫到一篇很出色的文章 放在社交媒體上 還有可能我一向都不習慣 人家問我我會表達 但人家不問我又覺得算了 可能有人想知道你說什麼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朱千雪現時學業事業兩邊走 他認為在娛樂圈工作並非必然 不可以說是Polo 但我覺得這一行 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行 還有哪一行都是一樣 其實在香港工作 其實沒有東西是必然 你今天有工作 其實不代表你明天都沒有 那我會想 如果有一天 現在我很好 那些人很喜歡你的劇 很喜歡看你 但到有一天 那些人的taste變了 不再喜歡看你的時候 那你又會怎樣呢? 那我又不希望到時 即無論我談哪一條路都不強 但我不希望沒得選 那我覺得讀書有一樣好的 就是除了可以累積多些經驗之外 那你始終日日我要 真的要離開這行為了什麼原因都好 那不會脫節了 即是在我的CV也好 什麼都好 不會脫節了 那幾年除了派你做過什麼 那我又不希望我什麼都沒有 朱千雪和Justin目前正了解當中 那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呢? 搜尋電話我不會 我覺得是很私人的 但是我會覺得 我是一個怎樣的女朋友 我不會去管一個人 但是我會 希望找那個人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他在哪裡 即是我 我不是一個喜歡會去搜尋 我一定會告訴他你在哪裡 但你是否知道對方 會被動、安全嗎? 是啊 是啊 我是一個很少東西都會想很多東西的人 所以我希望對方是一個 比較安全感 而且不要 怎樣說呢 不要令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unknown 又不知道你在哪裡 又不知道你跟誰出去 又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 這些我就會 即不是純粹要檢查你 但是我覺得是擔心的 但你會不會為男朋友關心事 我會的 我是覺得是一個情趣 因為我平時不太喜歡做很多手工藝 但是我又覺得做女生 懂得是模仿的 所以是一個excuse 那你最浪漫做的是什麼 即為支持 最浪漫 即頸巾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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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